520快到了 另一半還在泥路 鳥挂告訴你求桃花要求對方向 來 小白來 我們來看一看 5月份的生肖桃花 要去月老 月老廟求那個月老的生肖 有哪幾個生肖的方向 好 你看 來 第一支牽 就是說三眼其地 如果我們以這一支牽來看 就是說 我們哪幾支的生肖要去月老廟求的 因為我們月老廟也有管轄之內的 比如說 屬猴子的 屬老鼠的 屬牛的 他們這三支一定要去西邊的月老廟 西邊的月老廟就是在我們台北市的 那個萬寡龍山寺 這個叫做圍西邊 對 去那邊 桃花是你管轄之內的 第二叫做腐肉 平養 貝潜漆 腐肉 平養 貝潜漆 就是說 老虎的 屬馬的 還有屬果的 這三支內 你就必須要去東方的月老廟 東方其實是在我們南松山的那個 峽海城隍廟 那邊是屬於這三支那個生肖所管轄之內的 你可以去那邊求桃花 必定非常滿營業的 第三叫做呢 前進四後退 前進四後退就是有一個蛇 蛇來講的話就是說 蛇 雞 牛 這三支也是要必須要去東方跟南方 如果有這三支南方 他也必須要去那個 南松山的峽海城隍廟那邊 那邊也是屬於這三支的生肖的 管轄之內的桃花 再來就是呼唱呼水 這一支的話 就是說有三個生肖 就是屬豬的 屬兔子的 屬羊的 這三支你就必須要去 北方 北方就是在我們台北市的北邊 就是那個 迪化街 峽海城隍廟 那邊是這三支管轄之內的桃花 去那邊祈求 紅線 絕對是非常很靈驗的 一個的桃花的影像